长篇玄幻小说 万古至尊 作者 太医生水 一点创意也没有 就连四方楼也要盗版 而且还做得如此粗糙 这般精致的小楼 在李云霄眼中 却不过是粗质烂造的伪劣品 他正要跨入小院中 突然神色一动 急忙将自己周身的气息 包裹起来 躲在一旁 一个白色的身影 鬼鬼祟祟地跑了过来 还不断地四下张望 生怕被人看见 几个闪动之下 直接跃入小院之内 李云霄眼中金光一闪 差点没有笑出来 这个人竟然是李毅 看来两个人 还真是有些缘分 李云霄暗自沉思道 他跑来这儿做什么 莫非也是偷东西 这小子还真有贼胆 连自己门派的东西也偷 也好 让他在前面带路 只见李毅进入小院之后 只是笔直地站在那儿 一动不动 好像变成了雕像一般 李云霄微微诧异起来 才几天不见 他竟然进阶到了一心五军的修为 比自己进步得还快 真不知道是怎么修炼的 等待了一阵后 李毅才开始微微动了起来 小心翼翼地抬起脚来 试探着往前跨出一步 紧接着才是第二步 每一下的落脚都十分怪异 而且走得异常谨慎 这小院内显然是有极强的静致 一步踏错就是万劫不复 李毅全部心神都放在双脚趾上 不敢有半点大意 数米的距离足足走了半个多时辰 这才达到了对岸 重重地松了口气 这什么鬼人弄出来的静致 简直就是坑爹啊 他抱怨了几下 双手挤到法爵打出 飞入那四方楼的门上 上面两个小铜环 顿时发出微微的黄光 很快大门轰隆一声 就打了开来 李毅满脸惊喜之色 忍不住喃喃自语道 忍了这么久 在那个变态面前 当了这么长时间的龟孙子 总算让我进来了 幸好那个变态突破了设宴 否则还真找不到机会 只要找到了天外玄明玉 把吉音寒气修炼到大城 就算是面对武王 也有自保之力 天外玄明玉 李云霄瞳孔皱缩 猛然惊呼起来 这东西可是北明家族的镇族之宝 也是修炼北明吉音寒气的必须之物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儿 是谁 李毅大惊失色 骇然的脸色瞬间苍白 若是被人发现他偷到的话 绝对是死无全尸 只见一道人影从小院外飞入进来 脚下飞速地踩着自己刚才的步伐 他连人的相貌都没看清楚 就已经通过了静置 直接从自己身边窜进了四方楼内 什么人 他惊怒连连地跟着冲了进去 内心同时松了下来 若是无上宫的掌权人 自己现在已经是身手异处了 但若不是无上宫的人 为何对方通过静置的时候 步伐竟然如此之快 这是他十多次偷看少公主马飞白 走过之后才偷学到的 就算是马飞白 也绝不可能这么快通过 李毅恼怒不已地冲了进去 顿时呆住了 只见来人静静地站在四方楼的中央 背对着他 似乎特意等他似的 神识一扫之下 发现对方只有五十巅峰的修为 心头这才微微松了口气 冷声说道 你是谁 竟然敢擅闯无上宫的禁地 可知是死路一条 李云霄微笑着转过身来 好久不见了 九五二七 别来无恙啊 是 是你 李云霄 李毅瞬间呆滞加暴怒 他发现自己只要一看到这个人 就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身子都微微地颤抖起来 巨大的杀气从身上爆发出来 仿若要直接将其身吞下去 他相遇故之 人之大幸事 李云霄轻描淡写地笑道 好像两个人是许久不见的老朋友 李毅深深地吸了几口气 努力将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 自己现在已经是武军之警 岂会怕这小子 他冷冷地寒声说道 他相遇故之 也得看是干嘛 若是跟你借钱的话 那就是人之苦事了 哎呦呗 九五二七 你什么时候变得幽默起来了 李云霄无所顾忌地大笑起来 李毅一脸的杀气 冷冷地说道 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 你是如何知道破解这静置的步伐的 他到现在还万分疑惑 若是无上宫的人进来了 那还说得过去 但如果是李云霄 他就完全想不通了 李云霄笑道 这个还不是你教我的 这次可真亏了你了 若不是你先进来 我肯定要被外面的静置轰成碎渣 大恩不言谢了 李毅听得一口气直接涌上脑头 自己竟然无意当中帮了他的大忙 这比用刀子砍在身上还要难受 他暴怒地咬牙道 修咬胡言 这静置的步伐 我可是偷学了十多次才学会的 就算你天赋异禀 看一遍就会 也绝不可能走得这般熟练 李云霄看白痴似的看着他 讥讽地说道 看你这样就知道是粗人一个天生做下人的料 一点音律曲乐都不懂 我只是看你走了几步就明白过来了 这套静置的破解步伐 是上古的时候最为流行的一种舞蹈乐曲 叫做香魂棉剑踏歌步 他说完之后开始用力地在地上踩着节奏 不仅是脚下的步伐 身体也随之起舞 一边笑道 诺诺 你看 是不是这样 这套舞步还有专门的配套音乐 叫做 李亦不等他说完 就气得直接一口血喷了出来 看着李云霄娴熟的步伐和节奏 他再无怀疑 果然是自己帮了他一个大忙 顿时气得热血攻心 脑袋都一阵眩晕的感觉 怒吼道 李云霄 你休要得意 今天这里就是你的葬声之所 气 生这么大气干嘛 生气伤肝 而且动静大了的话 可能会引来无上功的人 李云霄笑着招了招手 一边拍手的 来 跟我一起跳一曲 缓解一下气氛 你 李亦气得几乎要胸膛炸裂 但想到自己辛辛苦苦才混了进来 若是被发现的话 不仅功亏一篑 连性命都不保 只能强行忍耐下来 咬牙切齿的 休要胡闹了 直接说 你到底想怎么样 也不想怎么样 我看这里宝贝挺多的 想全部带走 李云霄漫不经心的说道 不行 李亦断然否决 怒喝道 你不要太过分了 撤离宝贝无数 我怕你吃不下 而且也是我最先进来的 所有东西四六分 我六 你四 李云霄打了个哈哈 一脸夸张的表情 哑然道 你确定自己不是在说笑话 李亦气得胸口起伏不定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见到李云霄就恨不能 把他那张脸给撕成碎片 以前在李家的时候 根本从来没有正眼看过这个废物 想不到当自己正眼看他的时候 那光芒就直接刺伤了眼睛 他咬牙怒道 好 这次我认栽了 跟你五五分 李云霄收起戏谑的表情 冷笑道 你不过是我家的一个低等下人 五五分 你也配 李亦终于再也忍受不了了 双目当中瞬间爆出凌冽的杀气 身影骤然闪动 右手上一道金芒闪过 浮现出一把利剑 直接刺向李云霄的咽喉 他彻底的豁出去了 就算是死 今天也一定要彻底灭杀这个小畜生 虽然他已经进阶到了五军 但也还没有自大到认为可以一招灭杀对方 果然李云霄身影侧动 屈指在剑身上一弹 将那利剑震开 李亦只觉得一股巨力传来 手臂微微地抖动了一下 急忙压下内心的震撼 再次捂出几道剑花 密不透风地将李云霄笼罩进去 没有时间跟你纠缠了 李云霄也生怕惊动外人 手中剑王一闪 虎牙剑立即发出虎啸之声 咆哮着震荡开来 整个大厅内到处是隐隐的虎王之危 虎牙剑 虎啸震山林 怎么可能 李亦瞳孔骤然缩紧心中大害 李云霄这一剑 竟然将他的剑花尽数破开 凝聚成一股虎虎声威 扑面而来的 好似一头妖王猛虎 将自己周身的契机全部锁定 必无可避 当初自己在大武师修为的时候 就从来没有在这小子手下讨到好处 没想到现在进阶武军了 还是没有任何改观 他怒 怒得几乎要发狂暴走了 休要小看人 寒冰神拳 给我轰 他震怒的大吼一声 手中拳影化作千千万万 四面八方的冲天而起 纷繁迷乱 满世界皆是寒冰的拳影 整个四方楼内的温度骤然 下降到了极点 李云霄诧异的微笑道 有些进步啊 虎牙剑 清连剑歌 他轻描淡写的样子 就好像在指点对方一般 看得李亦再次有想要吐血的感觉 但瞬间从李云霄手中绽放出来的几朵巨大莲花 在空中鸣而不散 将他的寒冰神拳尽数挡下 给他一种极其危险的感觉 李云霄轻笑着手中长剑一点 顿时拿剑芒锁宁的花朵纷纷展开花落 化作一半半的花朵飘零下来 被微风卷起 形成一股极小的龙卷呼啸而去 满天花朵顿时将李亦包围起来 他内心大害 这龙卷之内尽是破碎无章的剑气所化 等同于千万道剑芒斩下 他倒吸一口冷气 立即觉得浑身一阵冰凉 脑子也顿时冷静了下来 若是命都没了 杀了对方又有何意思 拿到天外玄冥玉又有何意思